你听过周深的歌吗 听过 非常的空灵 太厉害了 他想先就先 他想突然间正常就正常 他这声音真的是没办法 谁也抵不了 七年前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纳一喊泪淘汰了周深 表示自己更喜欢李伟 可在之后的节目我们的歌中 纳一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在搭桑战面前一个劲地夸赞周深 这也让网友很是疑惑 既然如此喜欢 为何当年还要将其淘汰 好在周深这个宝藏男孩 没有因此被埋目 千里马总会遇到欣赏他的伯乐 2014年 农村出生 且没有任何资源背景的周深 在好声音导演的再三邀请下 来到了比赛现场 当时他演唱了一首 奇遇的欢言震惊全场 导师们都纷纷为他转身 还不停地称赞他 杨坤说周深是他见过的 最特别的选手 他的声音跨越了年龄 跨越了性别 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纳一也表示周深唱歌 比女生还好听 还说自己一定会把他 打造成一个男性的奇遇 这样周深很感动 于是果断选择纳一组 可没想到 在半决赛上 纳一似乎忘记了 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在周深明显表现更优秀的情况下 狠心地将他抛弃了 这件事至今想起来 还是会让很多观众一难评 周深被淘汰后 网络上都是对纳一铺天盖地的谩骂声 有人吐槽他不配做导师 还有人喊话让他滚出好声音的舞台 不管外界如何评价纳一 周深本人始终保持着对纳一的尊敬 他表示自己就是冲着纳一去的 还曾不计前嫌地 在纳一的演唱会上 担任助成嘉宾 其实纳一淘汰周深 并不是因为 对他的唱歌能力产生了质疑 而是因为纳一一心 只想打造思想进化 周深输就输在 自己不是女儿生 还有通过前几期的节目录制 不能看出纳一选人的标准 并不是谁唱得更好 而是自己更喜欢谁 虽然作为导师纳一放弃周深 但观众歌迷们并没有放弃 他们给周深投票 让其在总决赛时重新翻唱表演 再次经验重任